監視器畫面拍下一輛大貨車從加油站旁開過去 卻撞上一隻流浪狗 狗狗當場慘死 事發在22號清晨5點多 苗栗縣大湖鄉行經八寮灣路段 沒想到猜過沒多久 一名67歲騎士沒主意 直接撞上狗狗屍體 整個人重心不穩 失控自摔到路旁 頭部身體多處挫傷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綜藝急救之後人申告不治 警方已經聯絡貨車駕駛 後續的責任歸屬還要進一步釐清 一輛國軍雲豹甲車卡在路上 23號要漢光演習的新北市巴黎區 渡船頭往巴黎方向 發生嚴重車禍 雲豹甲車與一輛白色休旅發生擦撞 休旅車板經嚴重毀損 整塊車門凹陷炒面驚悚 黑色轎車卡在人心道上 台二線萬里隧道口 一輛自小客車駕駛身體不適 竟然直接衝撞路旁行道數 駕駛送一急救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同一時間一旁的牛澤西戶籃 又發生兩部機車互相對撞 兩名機車騎士當場倒地 消防隊員或報道案趕緊將人 送往基隆長哥醫院急救 記者王主任曹文寧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邊請現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